大家都 他接触一次就 我要跟你盯中生 这几天吧 感觉和文君的关系 很尴尬 有 我就看这两天 文君好像情绪 不是很好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特别跟他 我现在都不好跟他说话了 你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 他现在会有点迫使我 那种感觉 大家都 他接触一次就 我要跟你盯中生 你看 他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害怕 可能是他的性格 但是他其实是比较单纯的那一种 我记得他可能有时候会有一点 执着 他没跟我说过 他可能不是我 我根本 不行 就是我很怕这样 你知道吗 我明白 就那天晚上 那我没有写给他对吧 我写给你了对吧 我其实觉得你是应该那天会写给他的 为什么 他跟我一起吃饭了 我就是 我就是觉得 其实吃饭就没特别多意思 但是 不是不管 不管把写给谁 但是 我现在反而觉得 我幸好没有写给他 如果写给他 那不得了 就是 你就过来就认定一个 我好像总相续发展吗 我明白 我明白 他可能就是还是之前经历的比较少一点点 就是我很怕这样 你知道吗 我明白 不是 这什么理论 我真的我不能理解 他就不该议论 他跟兄弟可以议论 但是他不能跟这个女孩 对不能跟女孩去 而且他其实应该是最知道他为什么会失落成这样 对 他为什么会说 我在想客观地讲 小鱼可能真的不知道 他是理解不了那个双彩虹 那个浪漫晚餐带给文君的高期待的 他是不能理解这个的 对 这个两个层次我觉得谁都是可以认可 但是我觉得小鱼的问题是 他明明知道 其实文君现在这么不舒服 很尴尬 那你为什么不主动去解决一下呢 你说的是对的 他其实应该去找文君解决这个事情 你为什么还要在后面这样去议论人家 是因为他不会解决 他接不住 他现在的感受 我们站在小鱼的角度 感受到的是 这个女孩不知道为啥就这么喜欢我 对 不是说了吗 有种要我跟他私定 就已经要私定终生生了 我想说不好意思 文君也没有想跟你定终生 你欠人家一个解释 对 他不知道 对 他不知道 静姐 我想听你说 我现在真的很气愤 我这种男的真的是 不好意思 帮我剪掉 不用剪掉 我突然想到 季柯老师第一次的一句话 什么玩意儿 我觉得吧 小鱼觉得他最被抵抗的 就是那一天 他要他拉衣服 那天真的我觉得是有点 过了 就是上一集 就是上一集的时候 文君各种积极主动 然后他就各种否定 因为你要知道 那个就是他的前一天 对 所以对他来讲 这个第二天 他可能还没有消化到 对 我能够理解他有这个压力 就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做法 是欠妥当 对这一段的处理不好 真的不好 小鱼其实从第一期开始 他就是一个比较有幼稚 在情感处理上 比如说 这些女生是同情式的 然后你在她的面前去说 他们两个要注意起吧 他们两个要注意起吧 对 所以首先这一件事情 就很幼稚 你必须要扛住这个压力 不管什么理由 你是个男的 你得把这个东西扛起来 我觉得她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 是她会跟丹妮 我是丹妮 我对她我觉得 那么一点点我减分 所以其实丹妮 在整个聊天的过程里面 在弱化矛盾 她是一个很得体的做法 对丹妮真的没有问题 对 小鱼直接就说 就跟丹妮说紧 我说我想去找文君聊一聊 对 小鱼心里不知道该怎么办 小鱼没有想去找她聊这个心 她就想躲 不是 她没有这个能力 对 处理事情是需要能力的 她没有处理这个事情的能力 对 我特别同意你说的 就是她完全让女生感觉 比较不适的是 她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 但她有能力抱怨 所以为什么你说她幼稚 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客观地评价她的 对 我建议 男孩子如果真的想要像一个 比较感觉能够给自己意见的女孩 直接问意见 说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感觉有压力 你觉得怎么做比较好 不要抱怨 蛮幼稚的 幼稚鬼 两个人 一边 以许多